最新情况我们立刻也连线给本台特派记者 尽量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 尽量您好 你好 亚倩 今天我们刚刚透过画面已经看到 你已经带我们了解到整个基辅目前市面上的一个情况 那么消息有指说这个俄军已经逼近基辅天狼之后 目前你所观察市面状况又是如何呢 是的 亚倩 那么我现在仍旧是在位于基辅的市区 虽然有很多消息指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正在逼近基辅 但是目前来看基辅是还算比较平静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车流也算比较正常 那么在当地时间的凌晨4点多 就是今天的凌晨4点多 我听到窗外传来重型车辆的行驶声音 那么我也拉开窗帘看了一下 有坦克和军车在城市的路面经过 而俄乌双方的战斗目前仍在继续 在今天早上6点多 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一直在持续着巷战 而苏梅州的州长就发布信息指 25号的凌晨 大量的俄罗斯坦克从苏梅向基辅开去 现在苏梅的人民还可以离开城市 但是路上已经是侵略者的检查站了 那么它也号召有能力的人 拿起武器反抗入侵者 另外据统计 俄罗斯向乌克兰的主要军事目标 发射了160余枚精准的导弹的打击 那么在今天25号的凌晨 基辅市区的东部的达拉尼查区 被击落的导弹残骸击中一间民房 造成火灾 那么官方表示 有三人受伤 一人伤势严重 并且有200余人被疏散 而在今天的凌晨4点50分 这个文尼查市又响起了防空警报 要求居民到避难所进行躲避 那么24号深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 作为对莫斯科的提议的回复 可以讨论乌克兰中立的政策 但是谁又能给乌克兰 怎样的保证 那么同时他也承认通过谈判 希望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 那么泽连斯基还表示 乌克兰目前不仅受到炸弹的袭击 还在受到很多虚假消息的攻击 他强调希望民众 从官方的渠道获取信息 不要恐慌 另外当地时间 今天上午8点20分左右 有消息指 俄罗斯的战机 机群正在接近乌克兰首都基辅 而截止目前 我们还没有听到战机飞过上空的声音 主播 好的谢谢